我 对不起 没事 我给你藏一下 没事 没事 您好 挂号是吗 挂什么科 谢谢啊 小伙子 我要跟你说两句 你母亲的遭遇症 基本确认是带有遗传性的 我建议你最好在我们院做个检查 下一位 你好 你好 到你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好 无关 就什么检查 遗传经营检测 谢谢啊 谢谢啊 赵范周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买这些药干嘛 我之前胃有点疼 所以买了 还没什么事 你都来医院了还没事 我说了没事就没事 你到底为什么在医院 我妈在这儿住院 所以你之前说的住院 是在北京的医院 嗯 那我之前说要来北京的医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因为我怕你担心 那我要去看看阿姨 她现在已经在休息了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没有 是不是根本不是阿姨住院 是不是其实是你得了绝症啊 不是啊 你不要否认了 我一定会陪你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关的 我 我一定不会忍下你的 我真的不会忍下你 我 好了好了 你别哭了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你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不管你得什么病我都会陪着你了 真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得了绝症啊 因为你是欺了你自己的饭 说明只有你个人在医院 你妈妈不在 我吃过饭了 这是给我妈带的 但是括号单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啊 这 这个是我搞错了 啊 搞 搞错了 最近太忙了 我把我和我妈的证件搞混乱 那你来北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因为我妈住的是精神科 你害怕了吗 那阿姨是 遭遇着 你是因为担心我害怕才不告诉我吗 嗯 那你呢 你害怕吗 嗯 你别怕啊 有我陪着你呢 你可不要瞧不起我啊 我小时候都敢一个人捅马蜂窝的 那你哭什么 我没有哭啊 我没有哭啊 嗯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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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发病的时候会吓到你 我虽然胆子小啊 但是我吓过就忘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啊 不准拒绝啊 早点告诉我该多好呀 我还能多看完阿姨几天 非得等到我夏琳最后一天才告诉我 我不管 我就要去探望阿姨 我一会儿就去改签 改签为你报销 两倍 不 三倍 好 好 我先走了 你快回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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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炸饭桌去北京都没告诉你 嗯 是啊 因为他妈妈生病嘛 怕我担心你 好贴心啊 所以你们在医院偶遇了 对 你们也太巧了吧 你们是在医院偶相聚吗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呢 我本来是明天会的嘛 但是因为要去看阿姨 所以就晚了一天 但是我一想到要去看阿姨 我就特别紧张 怎么办 你别紧张 我告诉你 你到时候直接磕头喊骂 我看这么精神就定了 要不 你买店离品过去吧 你们别考题啊 我们现在该讨论的是 赵范中 居然完全没有和周晓沟沟 就直接去了北京 可是 他也是为了周晓着想呀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长腿路 我不许你剥夺单身贵族独位的发言权 我们就剥夺了指着 好 来 喝一口 乖 周晓跟老周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让你这么生气 你们男生不懂 赵万周害怕周晓担心 没跟周晓说一声 就直接带他妈妈去北京看病了 老周啊 可以啊 够男人 男人个屁 这种自以为是 有苦自己备的行为 我最看不惯了 怎么 预料过啊 那倒没有 不对啊 看你那表情 感觉是个有故事女同学 我都说了没有 前男友 我前男友你不认识啊 认识是认识 可是我觉得 陈宇不能算是你的前男友吧 我要好好地竞争一下 你对于前男友的定义 他就没有认认真真地跟你在一起过 所以言讹意义上来说 我才是你的初恋 你当晚在想